因为防疫的关系,今年暑假非常长 与相立图书馆也办理许多艺文活动 并于日前举办暑期阅读推广会画成果发表会 并举办作品展览 有我们的乡长 来让这些孩子来发 是不是说来参加这个 我觉得很好 那是让他们一个创意 学生自己的创意 我觉得非常好 首先非常谢谢我们渝池上公所图书馆 给小朋友这样子一个暑假 停课,但是不停学 然后能够持续的学习 艺文方面的一个机会 那非常,也非常恭喜我们三位小朋友 今天得到这个奖 那新陈国家小朋友继续加油哦,好吗 其中这次也邀请到两位考上台中一中的学生家长 在会场分享孩子们的成长过程 也希望乡内的学生们可以向他们学习 在三年来小孩就慢慢的努力 他的成长就是从补习班 民生补习班 然后在大神国中的再陪那个辅导课 然后小孩还自己的靠他自己努力这样子 所以我希望以后再来台中一中一让他有一个 依靠然后学习的当中他能够考上大学 他能够有一份好的工作 然后再回馈社会 先议员王宿主肯定主办单位的用心 也期望未来能够继续办理 阅读绘画成果 借由我们的学生在我们的暑假期间 能够来从事我们的绘画比赛 这次我们公所来办理这样子的成果画展会 就是让我们的学生他们的画画的来作为评比 就借由这样子来鼓励这些的小朋友 在暑假期间不要从事一直说再往山西的这个产品来着手 可以借由这样子画画得到他们的一些的兴趣这样子 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活动 希望我们的公所能够赶快来多多办理这样子的一些的活动 展览中不但有展现江内各学校学生的作品展览 也有家长前来分享孩子们成长喜悦 以期望透过这样的方式能够启发孩子们的上进心 在学习之路继续努力 记者邱平易云时采访报导